哈喽 目前的话呢 美国这边也有很多案例了 爆出来的是60多例 然后呢 目前有着8500 将近8500多的人 将近9000人 跟这些确诊病例接触过 然后等待检测 但是呢 之前爆出来是 美国政府这边只有200例 可以检测的东西 就我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检测 反正他们这边只有200个 那么大多数呢都没有 然后呢 特朗普他们专门也都开会了 总统请求国会 拨款20多个亿美金 然后去研究这个疫苗也好 检测的东西也好 请求拨款 那么目前这个钱好像已经到位了 然后至于 这个检测的东西多久 才可以大量生产出来 这也不知道 然后昨天就是推特也好 Instagram上面 就有美国民众开始吐槽 就说 这个检测费用需要个人承担 并且巨贵 如果没有保险 保险如果没有报销的话 是将近4000美金 然后保险就算报销 最好的保险公司 报销完之后 你个人还要付将近1500美金 美国民众很多 直接就大骂他们的政府 就说 为什么会让民众来出这个钱 然后有些民众也表示 我宁愿死去 我也不愿意花三周的时间 花这么多钱去检测 还有民众表示 花了好多的钱检测完 最后被证明 只是普通感冒 然后再向政府表示抗疫 不愿意去付这个资金 所以现在目前 听看到的民生 都是大家在质疑 这个费用 为什么如此的昂贵 对比起来我们中国 就是都是免费治疗 然后而且检测 你像现在8000多个人 一天就检测完了 就这个检验试剂盒 他们的这个办事效率 也包括他们的这个举措 做的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好 所以你像我现在是在纽约 我个人也是跟他们 有些华人一样是很惶恐的 因为我就怕西边的人过来 现在虽然大多数案例都在西边 但是谁都无法确保 之后发生的事 那么我作为一个 真实在这边生活的人 只能告诉你们 如果一旦爆发 那就很恐怖 很恐怖 很可怕 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 国内那样子的处理 OK See you tomorrow 快手 看见每一种生活